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灵溪 欢迎让大家回来我们继续第五章的学习 那么这一节呢,我们主要讲一下信用卡 以及信用卡的主要应用,ATM和POS 那么首先呢,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信用卡 那么信用卡呢,现在大家基本上已经不再陌生了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一些事情啊 比如在这里我们说的,在信用卡的使用当中 我们要注意啊,如果你拥有一张闪付的信用卡 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带着一个专家自制的读卡器 和配备了相应的信号接收器和电脑 那么只要靠近你,就可以把你的卡的信息都给读过来 这个事情很简单很快速啊 曾经在央视的这个315活动当中演示过这个事情啊 我们说一个人站在那里,另外一个人背着他的包 里面带着机器,只要在这个人旁边一站 两秒钟走了 回来之后,所有的卡的信息就已经在这里了 甚至不需要什么读卡器 只要有一个支持NFC功能的这个手机 就可以把你的芯片卡的信息全部读出来 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啊 然后呢,我们看啊,这个现在这个信用卡啊 大家的信用卡太多了啊 有自己知道的,有不知道的 对不对,哎,比如说,哎,某日啊 这个范先生到银行注销工资卡时 发现秦民还有三百三个储蓄账户 啊,这些卡都怎么办呢 三百多张啊 大家想一想 其实有人觉得可能奇怪 但其实很多时候不奇怪 因为有些时候,哎,比如说有些活动 对吧,哎,我们去了以后 哎,看,哎呦,办卡有礼物送啊 我们就办一个 哪天又碰到一个,我们又办一个 其实这些卡,很多的卡 其实我们办了之后,并没有用 啊,特别是现在 我们是银行卡的门卡又低了 啊,很多时候都是推广的很 力度也挺大的 同志们就办了,办了之后 但是没有用 所以说呢,这个银监部呢 就说要严肃调查啊 这种乱办卡的事啊 来维护我们储户的这个利益 那么办卡啊 我们说现在啊 其实也不是我们都想办卡 但是现在干什么事情都要卡 对吧 你上学要办卡 你孩子办什么 这个一老一小要办卡 你交媒气费要办卡 你去买房子办公基金 也要办卡 就说你有了卡 也要办卡 对吧 那么现在特别是现在我们 这个企事业单位 对吧 要出门工作 要办什么 商务卡 如果没有商务卡的话 有些时候就很麻烦 即便已经有了银行 这个银行的卡 你还得再去办 但是呢 我们说 营建会已经提出了啊 那么在同一家银行 那么开利的 借银卡的原则上 是不超过四张的 就是说 你在比如在工行 你只能开四张卡 再多 你就不能开了 这是银行卡的 现在基本的一个现象 那么到底 这个银行卡 是为谁服务的 其实 现在有很多时候呢 你可以去买银行卡 我不去办 去买银行卡 那么有些时候 银行卡人 就大家觉得奇怪了 我为什么去买银行卡 我自己办一个 不就好了吗 哎 我们看到底 这个银行卡的买卖 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看啊 到底谁要去买银行卡呢 第一个 需要命名收款的 各类账户 那么至于谁要命名收款 哎 这个就不好说了 对吧 第二个 哎 设立小金库类型 哎 这个东西 我有个企业 我想设立一个小金库 或者我一个机构 我想这个小金库 哎 这时候我现在要办一个这个卡 那么这个卡可能 既然是小金库吧 就和我的企业 或者和机构 不能直接联系在一起 第三个 命名送礼收礼的 啊 这个就是要送送 送礼 对吧 那么送礼的话 有些时候可能钱 数量还比较大 比如说你几万十几万 那么如果你送现金的话 当然最好了 但是现金 我想你要有个十几万的现金 是这么大一捆了 那么这一捆钱 你拿着送人 不方便 对吧 哎 这时候就有人 哎 要用这个卡 来做载体 钱放在卡里 啊 再有这网店需要刷信誉 你刷信誉就要有人去去啊 那么你就要用户啊 用户钱一般都要绑定啊 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卡 啊 那么这种情况 好 那么这些网站啊 这个网站 现在已经不在了啊 大家知道 类似于这种网站啊 大家可以去看到 那么这就说了 哎 要一张卡 三百元 普通卡 带网银呢 就要七百块钱了啊 那么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卡 的买卖 现在这种这种现象 也还是有的啊 可能 有些同学或者是 不太知道 但是这个卡的现象 存在了 那么我们说 什么是卡 或者是什么是银行卡 那么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个 当今的社会里 那么有几样东西特别多了 对吧 一个是卡 再一个就是什么 哎 这个摄像头特别多啊 我们走在街上 或者我们 如果你 去统计一下 你从出门开始 到你在一天出去工作回来 你到底要有多少个摄像头 拍到 对吧 当然如果你只在办公室 还好 但如果你要出去办事 你会发现 你被多少多少的偷看 那么这个卡也是一样 那你出门 都用各种各样的卡 对吧 你出门要坐地铁 可能要用地铁卡 对不对 那么你要公交卡 对吧 那么你交煤气 有煤气卡 对吧 那么你那个用水 有水的IC卡 那么你花钱有IC卡 你打电话有电话卡 对吧 那么你还有门禁卡 等等等等 比如说 现在的卡片是越来越多 但是这个卡片 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哎 可能同学们就不是特别了解 对吧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卡是怎么出现的 那么最早意义呢 我们说这个国内啊 这个最早意义 这种类似于卡的东西 我们叫做折 那么很早以前呢 就是到那个清朝的时候呢 有些钱庄 对吧 那么钱庄 我们知道 中国呢 它是一个典型的这种熟人社会 和这个乡土社会 对吧 就是说我的 当然政府是主要的管理者啊 就是这个清政府 或者是这个 这个朝廷 是主要的管理者 但是在其实在下面的市乡村 其实主要是靠什么 这个 这个乡土文化 这个市镇 这个望族来管 那么这时候呢 到了年底呢 就是这种开钱庄的人 都会给镇上那种体面的客户 送上一个金折 这个金折就是一个 像这个节目单似的 可以叠在一起 可以打开 有些个折子系那种折子 那么这个打开之后 上面有个硬壳 比如写的这个客户的姓名和 这个户名 比如范思哲 对吧 等等 到时候呢 如果你拿着这个折子 去买东西 比如说我去买一个 买一个 蝙蝠 买个蝙蝠 对吧 蝙蝠以后 到那个古董店 或者古玩店 在这个折子上登记一下 就可以了 那就不用当时交钱 说明我有身份 什么有身份的人 就是我靠脸就能吃饭 对吧 我不需要当时交钱 那么这时候 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 你再一次 或者总算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在国内 清朝中期 那么在国外 是在19世纪 80年代 在英国 最早出现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那么 在现代意义上的卡 就是以前的这种折子 那么现代意义上卡了 其实最早我们说 银行卡 银行卡 咱们觉得 这个东西是不是银行办的 其实它不是 这个最早的这个银行卡 它最早的出身 其实并不是银行业 而是什么呢 是百货业加油站 为什么加油站 可能大家不太明白 这个加油站 其实是个 在美国是一个 很 就是 很有特点的一个东西 那么因为在美国 它是一个公路上的国家 对吧 就是说 它是轮子上的国家 在美国 它到哪都要开车去 那么而且 它的高速公路 又像我们国家不太一样 它高速公路 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是不收钱的 所以说 在美国的加油站上 这个路边啊 每隔 每隔二三十mile 它就有一个加油站 这加油站很重要 这加油站呢 除了能加油 还有什么 就是 就像我们的现在这种 那个加油站 它也卖一些相应的食品 包括一些快餐 那么所以说 这种时候呢 它就出现了这种 最早的这种 这种卡 但是这种卡 它并不是信用卡 也不是银行卡 它是一种信用筹码 那么所以说 它当时叫做什么 charge it 就是说 来算账吧 就说你拿这个卡 你可以记账这种东西 所以说 它是最早的百货店 和加油站 也就是说 老去那加油嘛 美国人也是 因为它那个地儿 地广人稀 一般那个人 总和在那几个附近活动 它老去那地方加油 老去那吃饭 老去那喝酒 对吧 这时候呢 它就脸熟吧 就可以给它一个东西 心有筹码 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 在国内也有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 信物啊 我们讲这个信物 中国人讲这个信物 对吧 比如说 大家如果看过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 那个 侠客行 对吧 侠客行 最早的就是 摩云居士的这个 悬铁令 它就是个信物 见物如见人 这个信物比较特别 一看就是这个人做的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的信物 那么这个信物 在美国也是一样 但是美国 它是慢慢过来 那么尊正意义上 公司化 发行的这个卡 其实它 也不是银行业 它是一个 叫dinner's club 大家看 叫dinner's club 我们现在叫做大莱卡 这个莱卡也是这个莱 也可以是草子 草子的莱 都有说法 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这大莱卡 因为它是个音译 叫dinner's club 那么为什么dinner's club 因为它是和吃饭有关的 是餐饮娱乐业 它是在这个50年 这个美国有个商人 叫做那个Frank 麦克纳玛拉 他在纽约 是个做商人的人 经常要请人吃饭 那么有一次 他去请人吃饭 很尴尬对吧 钱包没有带 这个就比较麻烦 还好呢 他老去那吃饭 这个饭店也认得这个人 说没问题 我们知道你 你可以积账 他就想 这个事情是个好事 对吧 我能不能弄一个卡片 来证明我的身份 这样我就不用再带钱了 会有面 对吧 有拍面 对吧 我们说 所以说他就和他伙伴 创立了这个大莱俱乐部 也就是现在的dinner's club 大家如果访问 就是dinner's club的网站 那么他就是大莱卡 那么大莱信用卡公司 就发行了世界上 第一个塑料制成的信用卡 叫做大莱卡 这就是大莱卡 然后呢 慢慢的我们看 他出现银行卡 那么什么叫银行卡 那么银行卡 它是一种金融的交易卡 他一定要记得 这个银行卡 商业银行 当然也包括邮政 邮政储蓄 像社会发行的这种 具有信用作用 转账结算 存取现金等等 这种作用的一种 信用的支付工具 那么 这个卡 有了卡之后 才出现了 我们现在特别熟悉 而且经常使用的 就是ATM和Pulse系统 那么这些东西 ATM和Pulse系统 都是我们所说的 卡机支付的 就是银行卡 所以说这个大家知道 那么是我们中国银行的 信用卡 那么 这个银行信用卡 是什么发展起来呢 到了19世纪 20世纪初 那么说 这时候各种卡 就已经都有了 我们说 我们说最早是这个 什么这种 就是我们说在这个餐饮 加油站 那么40年代 一些信用卡 已经开始跨地驱使用 因为这个 这个什么 比如说7-11这种 这种店 对吧 它是一种跨 跨区域的店 那么它都可以跨驱使用 那么60年代的时候呢 这时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支付方式 那么银行就根据它建立了一些先进的电子系统 那80年代以后 那么推出了这种集成电路卡 IC卡 就变得更加先进了 并且可以把多张卡片倒在存储到一张卡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说世界上几大国际这个信用卡组织啊 都比较多啊 我们看第一个 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VSA 对吧 我们说出的信用卡 一想 哦 最常见的就两个 VSA MASC卡 对吧 那么这就是VSA卡 那么这就是MASC卡的卡 他们的卡 现在是实际上最大的卡 那么说他还知道什么呢 同学们想一想 你还见过哪几种卡 哎 同学们想 哦 我知道 我这个卡 哎呦 我这卡是银联的啊 那么银联的没问题 中国的银联组织 现在我们银联卡 也不敢说身上最大的信用卡组织 也差之不多了 但是还有什么呢 哎 我们看下来 刚才我们讲了 对吧 还有一个那种美国运通卡 叫American Express 啊 美国运通卡 那么美国运通卡 在美国也是盛极一时啊 这是当时美国最有名的摇滚巨星啊 我们叫做猫王 对吧 哎 猫王的这个美国运通卡 然后这就是大莱卡 我们知道啊 大莱卡 Dinner's Club 大莱信用卡公司啊 这是 这就是 最早创立信用卡的一个 公司化发行的一个公司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大莱卡 大莱信用卡公司呢 在这里边用了很多啊 在美美洲 我们说有 有1000多万个POS机啊 40多万个ATM 那么在这个拉丁美洲 有400多万POS机 3万多啊 那么在亚洲 也是有500多万POS机啊 那么30多万ATM 那么在这个 那个欧洲和和这个 那个非洲 我们说它有200多万POS机和20多万台的ATM 所以说 它的ATM和POS机 基本上变步了全球 而且数量很大 啊 那么这个卡 哎 这个卡虽然不是太新的一个卡啊 它的85年出现的 对吧 那么它是发现卡 但是这个卡呢 我们说这个Discover卡呢 其实在美国还是比较好用的啊 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 其实对于访问学者来讲 或者是外国人来讲 你基本上很难办成美国的信用卡 因为你不是美国公民吗 你所以说你很难办美国的卡 但是啊 Discover卡是可以办的 我在美国就办了一个Discover的信用卡啊 这是美国当时最新的这种形式的这个美国的这个Discover卡 还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对于一些相对来讲 要么你没有美国身份 或者你要么你的 这个咱说不好听 就是你的信用值稍微低一点的 你也可以办卡 它的门槛在美国相对来讲是稍微低一点的信用卡 但是当然它额度也不高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Discover卡 然后这是我们亚洲的大品牌啊 就是JCB日本国际信用卡公司啊 比如说这个招财猫啊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 现在其实JCB在我们国家也是慢慢的出现了不少的卡啊 那么这是国外的信用卡的情况 那么在我国我们信用卡是怎么发展呢 其实我国这个我们说开这个信用卡的业务还比较晚啊 那么说从我们国家进行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才慢慢开始 那么我们说从1979年 我们这个中国中行的广东分行 跟香港东亚银行开始代理东美信用卡的业务 慢慢的我们说上海南京北京也开始了 那么这还有个事啊 当时我们与这个Maskat的合作 这个Maskat的无偿纵送了这个中行 两台最先进的这个MM的这个开释机 就是这个信用卡的机器 但是海关被扣了的缴税啊提不出来 这个本来应该赠送了你还要缴税 当然其实赠送是应该要缴税的啊 大家说是这样啊 从海关走来就是没有错的 但是中行这个事情就觉得 哎呦我这边是人家做送的 当时像这个央行行长陈木华啊 陈木华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老一辈子革命家 汇报之后特批演进了这两台设备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信用卡之路是慢慢走起来了啊 那么到了1985年 哎我们说中国中出现了第一张银行卡 我们叫做中银卡啊 我们说啊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这个信用卡在中国和在国外 它的出现的顺序是不一样的啊 在国外 它最先出现的银行卡 它是信用卡 然后再出现借记卡 中国是反过来的 中国先出现的是什么 借记卡 再出来的是信用卡 比如说什么区别 什么的借记卡 什么的信用卡 区别在哪里 啊我说是这样的区别啊 借记卡是什么概念啊 是你先存钱再消费 有多少消多少啊 这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习惯 就有多少钱花多少钱 什么概念 就是说我存了一百块钱 我只能花一百块钱 多一分我花不了啊 这是借记卡 那么信用卡什么概念 我不需要先存钱啊 你这个钱怎么着啊 你这个钱 我是先刷钱再还款 就是你信用消费 对吧 就是先花钱 那么这个符合美国人的习惯 美国人是什么 借钱消费啊 对吧 我只要能有信用 还能花出钱 我就花 怎么还 我慢慢再还 对吧 所以说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消费习惯 是有一定差距的 当然 现在 我们的习惯也慢慢在改 对吧 我们现在有很多 对不对 我们有花呗 有银行的 有京东的白条等等 这也是一种信用 对吧 所以说目前 我们在早期其实我们中国社会的这种信用机制不是很强啊 就是人民间的这种信用机制并不是很强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们的信用社会已经在慢慢建立了 就基本上你现在在淘宝上买东西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这种假冒伟劣啊 或者干什么 下单不发货啊等等这种东西 很少见了啊 而且你给一个差评这种概念已经 别人已经很难接受了 所以说呢 现在我们中国在慢慢的进入到信用社会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啊 就是说我们的消费习惯 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在变化 那么其实我们这边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啊 我们大家知道就85年6月 我们有第一张我们的银行卡出现了 然后87年我们首家啊 也是中珠海银行啊 ATM出现了服务啊 87年3月份加入了万事大组织 成为这个国际化信用卡组织的一员啊 然后呢 到了1993年 我们开始实行金卡工程 因为什么最早我们的卡只能是在本地刷 这很不方便对吧 我在北京带了一个卡到上海用不了 这很不方便 然后呢 我们就启动了这个金卡工程 到了97年10月30日 我们这个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 在北京正式成立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银联 那么98年 我们说这个正式投产运行啊 这是一个节点啊 然后我们说 99年我们成立了CAFCA 就是中国金融认证中心 认证中心什么概念呢 大家记得我们在第二章 第三章讲的这PKA和CA这个地方啊 其实我们在99年才有这个金融的认证中心 就说有了它之后 我就可以在我们各个银行之间发行什么证书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认证中心 那它下面的工商功能中间啊 等等这四大银行 以及相应的这种 这种其他的这种中心啊 招商这种银行 他们就有了一个证书 可以进行相应的交易 包括我们Size 包括我们CSSL 就都可以有了一个很好的证书的支撑体系 到了99年7月 首架就有中介性质的个人征信公司 沉迷了 那么可能有些同学 不明白什么叫个人征信啊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讲到这儿 其实我们要知道啊 信用卡的征信现在很 已经很强 很正规了啊 所以说大家有信用卡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不要逾期 或者是不交 不还这个信用卡的贷款 这样时候会很麻烦啊 你可能现在用不着 你觉得没有意义 但是一旦你需要贷款啊 或者干什么申请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会有意义 如果你征信不好 是没有办法贷款的 很麻烦啊 所以大家记得这个事 然后呢我们说到03年啊 我们就已经将近有六亿张发卡量 到了05年啊 这个节点大家也要注意啊 05年 我们国家首次啊 可以走出国门了 我们在泰国 韩国 新加坡 建立了 开通了这个自动提款机 我们可以在外国刷中国的卡了 走出国门了 然后08年 我们中国银联入网 开始联系业务测试了 到了2009年 其实我们国家 基本上的卡就已经蔓延至全世界各个国家 那么现在我们当然知道对吧 你现在出国很方便啊 不但我的卡可以随便刷 甚至很多地方 现在已经支持微信支付宝了 中国现在在支付行业 已经名副其实的 是世界第一了 特别是微信支付宝 我们的应用移动支付 应该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 这一点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 这几个主要的这个银行卡 都是什么样 那么这是JCB的卡 JCB的卡主打的就是日本 日本卡嘛 对吧 日本国际型卡公司 所以说他打的都是日本 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那么卡罗KT啊 什么樱桃小丸子啊 什么蜡笔小新铁壁亚童物 这打的就是一种情感牌 对吧 可能我小时候看的是铁壁亚童物 可能那个80后看的是 这个什么樱桃小丸子 90后看的是蜡笔小新 还有好多女生喜欢KT毛 对不对 这就是打的这种感情牌 对吧 然后这个Visa就不说了 Visa这是和Maskat 这是老牌的这个禁旅了 他就不需要做太多工作了 基本上我们说他 他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是Visa 我们说这比如说这是Visa 然后这是Maskat 各种超市啊什么的 都有这种Visa和Maskat的卡 那么这是国外的 那么我们国家呢 我们现在看看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些银行卡的品牌 中国银行对吧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工农中介 这四大国有品牌 然后就是招商银行 交通银行等等啊 这个就不 大家知道就可以 那么这个其实 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啊 其实大家可以慢慢看啊 其实这个信用卡呢 它可以作为一种收藏 当然这个卡都是没有 就是你可以捡一下废弃的卡 这些卡可以作为一种 就像你收集邮票一样 其中有人是收集信用卡的啊 或者银行卡的 你看银行卡其实制作很精美 中国银行你可以看到整个我们的银行卡的发展的历史 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中银的这种卡 对吧 然后呢 你看这是贵宾卡 对不对 就是长话卡 各种各样的这种卡片 其实特别的好玩啊 工商银行的卡 神州卡 对吧 这个是牡丹卡 我们很清楚啊 灵通卡啊 对吧 我们都可以 这是学生卡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得见的 这还有福寿喜的卡 对吧 这是建行 建行就是龙卡 对吧 龙卡 那么各种各样的龙 对吧 那么这就是建行 对吧 住房购基金的卡 社会保险卡啊 对不对 很多 加油卡 都有 对吧 然后农行 看农行就是 哎 农业 对吧 哎 这是谁啊 对吧 主讲院啊 主席啊 对不对 哎 我们说这是很多啊 对吧 很多不同的这种形状 那么招行 招行这个卡很有意思啊 招行卡 我们当然说过 对吧 招行是我国第一个开通网上银行 开启网上这个支付业务的这个银行 对吧 哎 所以说他有一卡通 一网通 最早的这种招行一网通 已经很少 对吧 我记得我还有一个五位数还是六位数的招行卡 刚刚才推出一网通 我就去注册了一张卡 结果现在早就不夺了 哎 那个 所以说这个卡呢 我们应该 保存着 其实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招商银行 大学生的这个网上支付 你看 招商银行 其实主打的就是网上支付啊 以前招商还推出过 最早好几年就推出过财富账户 你看 这是新浪的联名卡 啊 贝塔斯曼的书友会的联名卡 什么值得买的联名卡 所以说这个招商银行 其实主打的就是网上支付 个人觉得招商银行的网上支付 做的也是 很好的一个 这个银行啊 好吧 这一节呢 我们就先把这个银行卡 大概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下节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银行卡的各种费用 银行还有各种坑 怎么填 用卡很高兴 坑也要避免跳 好了 这一课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